攬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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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何我們要制裁香港就是要攬炒 為何我們這麼辛苦 為何我們要受苦 為何你們不用受苦 我知道我自己那時以外提出了攬炒 然後說到全香港都說攬炒 搞到香港一團糟 我自己都因此而付出了非常非常沉重的代價 但我沒有後悔過 香港人至少覺醒了 而覺醒之後必定是有痛苦的過程 嚴格來說我第一次來美國 其實我只是想去見不同議員的幕僚 或者議員 甚至乎在這裡不同的其他香港抗爭者 就是上次大家是有個基礎 大家先去談一談 我希望在30歲之前 就可以全心全意去幫助香港 我不會說兩年內就可以功復香港 這是不像實際的 沒有可能的事 但我希望兩年內可以逼迫自己 逼到最盡 這裏有很多張通跟自己有關 就是這個 Stand with Hong Kong 我覺得我最喜歡的是 自由對抗極權 這個 這個 是在台灣燈的 那時候我也有份去修改這個文告 去執子 也親自去找一個屬台灣的人去寫 可以說是一個奇蹟 我想歷史上都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幾可見到一個可以 香港人或者某一個族群 這麼困擦群力 在全球 大家合力去取出一個項目 大家合作出來 大家好 我就是攬炒霸 劉祖迪 沒錯 一個就是我的真身 由今天開始 攬炒團隊 就會跟Stand with Hong Kong 團隊和平分家 平衡發展 從19年到20年 甚至到國安法生效 到我被通緝的時候 其實都沒有很大的一些分歧 什麼時候去到 開始有分歧 大概是去到 去到我被人通緝 甚至乎是李宇軒被捕 大家開始對風險 又會有些不同的看法 有些就會覺得 我們要低調 有些又覺得 我們要繼續去 我自己的個人立場來說 如果低調或者保守 那個就不是攬炒團隊 曾經有一陣子 為了保護李宇軒 所以會嘗試說 他不是團隊的成員 但是去到最後 反正他都已經被強行定罪 甚至乎在國安法生效之前 都拆下來說的時候 我覺得需要還一個名分給他 所以其實我都可以 我之前都在公開一場 講過 李宇軒是我的兄弟 甚至乎是我的兄弟 甚至乎是我的兄弟 關於另外黎智英 Mark Simon 其實真的是 完全是天方夜談的事情 如果當初有資源 或者是黎智英指使我的話 為什麼我還要去眾籌呢 我覺得對家 為什麼會嘗試塑造這個論述 或者故事呢 就是想大家對於 沒有大台或是Leaders 這件事 是不再相信有這件事 其實是19年12月我特地回去 冒著一切的風險 亦有很多很沉重的代價 因為我想親身去參與 香港這場的抗爭 不想只是在海外那裏 所以不惜一切 任何代價我都飛回去 亦都因為這樣 其實是家庭破碎了 什麼時候我覺得 算是整色流亡呢 就是去到2020年8月11日 當時被文匯大公 不同的北京的報紙 去報導我的真名 報導我的背景 所有的背景 甚至乎說是 國際通緝令 要通緝我 在廣法底下 但是在8月11日之前 其實在6月2日 晚上 其實我已經在英國受襲 2020年5月至10月 這個是我最難捱的時期 那時候甚至乎 是有嚴重的PTSD 連街都不敢出 被人打完一陣子 我其實是一個不會哭的人 但是2020年7月的時候 我試過我的眼淚不停扭 有一天 絕對不是恐懼 而是反而我覺得 所有事情沒有盡頭 所有面對的問題沒有盡頭 我有迷惘過 我有問過自己 為何走這條路 但我從來沒有後悔過 即使這條路是非常非常痛苦 令我失去所有事情 坦白說我4月11日之後 就是依靠大家很微薄的支持 我都不怕說我那個 即現在我每個月 是有多少的支持 其實我只有5至6千元港幣的收入 去支撐自己的生存 不是生活的 我覺得即使這一刻 香港人我們是走一條非常痛苦的路 但我覺得這一個是 必然經歷的痛苦的路 16至19年之前 無論是政治上 或是社會 或是文化上 其實我是非常悲觀的 因為當時我看著香港人 尤其是年輕一輩自己的同輩 甚至乎大家都會每個星期說 你會不會不上深圳去玩 去喝起茶、吃淡魚、吃海底撈 我覺得很好運 香港人就是在19年的時候 大家覺醒 大家和隨著黃圈的出現 大家也都會知道 我們不應該去喝起茶、吃淡魚 不應該去助盡這些紅色的資本 我們甚至乎現在 是會發掘香港的歷史 經過2019年之後 我們是會有更加強大的意志 覺悟去繼續走這條路 2019年之前的香港人 我是覺得沒有希望 但是2019年之後 我覺得有希望 我們會不會想到 我們會想到 FM